大家好,歡迎收看股海飛揚 那麼來到週末 那台北股市今天呢 我們看最後結果是一個小漲58點的行情 早盤衝上去最高漲127點 那如果你跳進去追股票 你會發現你早盤追的大部分都是押回修正 甚至有收黑K、流上引線的很多 但是這並不代表說你今天做的動作一定錯啦 只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你看又有很多人今天又去做了不對的動作 我常常講我每天都告訴你 你要記得幾個字,五個字就好 你只要記得五個字 你只要去做到這件事情 你不會賠錢啦,你會賺錢的 你就從此改變了啦 昨天我就提醒你了對不對 拿五個字 整理的尾巴 你只要每天去想到 我每天告訴你的整理的尾巴 整理的尾巴 你只要去看一下你想要買的那個股票 它是在整理的尾巴嗎 如果是 你就出手去買 你準備賺錢 而且那個一賺少說10%起跳 我整理完之後 我整理完之後上去 你說10%沒有 通常啦 當然也會有一些很壓縮的標的 它的幅度就是比較小的 也有啦 跟股性有關係啦 但是通常啦 10%一定有嘛 對不對 我壓縮整理到整理的尾巴 我去買啟動上去 你說10%我賺不到 你一定賺得到 那既然我買整理的尾巴股票 我最起碼我要賺10%起跳 20%起跳的話 那我為什麼不這樣做 我為什麼要去傻傻的去追股票去追漲 今天很多生計股休息啦 那是一定的嘛 對不對 到昨天前天 你還去追生計的 我都覺得到底怎麼回事 你怎麼看待這個行情的 你的操作邏輯是什麼 你怎麼會在今天早上 昨天前天 這兩三天喔 從前天昨天到今天早上 生計股再衝上去的時候 你跑去追 那我就請問你 你都忘記我每天告訴你了嗎 股票怎麼買 整理的尾巴才可以買 因為你這樣子去做 你一定會賺錢 那既然一定會賺錢的做法 我不去做 我偏偏要去選擇 有可能虧損的 追漲 追熱門的 追創新高的 你不覺得這樣跟自己過不去嗎 其實所有的操作的麻煩啊 問題啊 壓力啊 都是自己找來的 你今天不要這樣做 你就不會有那個壓力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選擇 我要去找整理的尾巴 這種標的我去買進 我就沒有壓力了嘛 我就會賺錢了嘛 我就會快樂了嘛 我生活就改變了嘛 對不對 我一百萬資金去買一個整理的尾巴的股票下去 我一百萬資金喔 啟動上去之後 兩成我賺二十萬耶 我說你 假設你一個月你什麼都沒有 都沒動作 你只有一個動作就是買了一檔整理尾巴的股票 他給你兩成的獲利 你一百萬賺二十萬 你那一個月賺了二十萬 你說你的生活不會改變嗎 你平排無故一個月多了二十萬進來 只是因為你做了一個對你來說沒有壓力的動作 為什麼 因為你再也沒有去追股票追漲了 你追完之後你心裡不會緊張害怕嗎 所以不要再那樣做了嘛 每一次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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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歷史重演給你看 你就是不斷做同樣的事情那怎麼辦 整理的尾巴這五個字 你把它記起來 每天開盤之後去再重新思考一下 我昨天講什麼 整理的尾巴 只有買整理的尾巴的股票你才會賺 為什麼 你自己看嘛 這個是我舉例給你看嘛 這是新興嘛 去年漲一整年 從2018年的11月起漲 到2019年的11月 是不是剛剛好漲一整年 對 15塊漲到50塊的股票 漲了一整年這麼好的股票 對 這麼好的股票 你去看一下好做嗎 所有我畫藍色的地方都是在整理 都是在整理 從15塊漲到50塊的這一年的時間裡面 它都是在整理 那你覺得好做嗎 一個大多頭漲了好幾倍的股票 居然它的過程是這樣子難做 它的過程是不斷整理 不斷整理 不斷整理 整理過程中還有急殺急殺 你要怎麼賺錢 所以後來大家看清楚了 原來股票這麼難搞 你15塊漲到50塊就乾脆一點嘛 結果不是 你一整年有八成時間 九成的時間你在整理 你在磨大家的耐心 磨一磨之後 甚至還出現兩段的急殺 這個急殺幅度超過三成 超過三成 各位 你要漲就好好漲 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各位 不是欣欣的問題 是每一檔都這樣 這是超重 去年漲一整年 整理 整理 不斷整理 過程中有整理完之後的啟動 啟動 啟動的行情有 但是問題是 它從80塊漲到300塊的過程中 有很乾脆嗎 它是不斷的透過整理完之後 啟動 整理完再漲 再整理 不斷的重複這個動作 各位 不是只有它們而已 紅色不是也是這樣嗎 88塊 漲到300塊 整理完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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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了又整理 整理又漲 漲了又整理 對不對 各位 每一次啟動的價差 這就是你價差交易 該拿到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在整理的尾巴 買進 賺這一段 賺到我就走 這一段尾巴買到賺到我就走 因為你不走 它又再整理 25天 你受得了嗎 那25天裡面 各位你可以去做別的標 別的標的正在整理尾巴的標的 你可以再多賺其他的獲利 好幾筆喔 你為什麼不去做 你會在這邊等他 等25天 那25天過程中 如果他突然擊殺兩三天 你就跑了 那你不覺得你自己 跟自己過不去嗎 不要把自己搞得好像壓力很大 做股票好辛苦好累喔 我跟你講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這樣 這些壓力 這些辛苦 這些類都是你自己找來的 那怎麼做 買整理的尾巴就好了 全市場這兩天 連我開車上班 廣播打開來 連平常在播放音樂的 播放新聞的 這些廣播電台的主持人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都在講這檔股票了 那你說 生技股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 我在買的時候 沒有人要買 我在買的時候 乏人問津 可是我做節目 我有跟你先講 對不對 我說這個就是 代表這個人 他在做節目 他的內容 他是不是真的是 呈現的是完全真實的東西 因為你完全真實的東西 真實的操作 你真的有買 真的有賣 所以你給客戶的 是一個完整的 一筆的完整的 漂亮的交易 真的賺到了 那這種真的賺到的 從買到賣 真的賺到了 才叫真實獲利 所以我節目 我跟你說 我們獲利多少 我們賺多少 我們獲利多少 我不講這個 我講的是什麼 我講的是真實獲利 你有買有賣 拿到價差 才叫真實獲利吧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什麼 當時我這折起來的 整理的尾巴去買 一定會賺 他已經整理的尾巴了 你知道嗎 那你不知道沒關係 我跟你講了嘛 你有看到節目 我跟你講了嘛 對不對 那你很多人播電話來 有些很多人報名了 跟他操作了 我通知他們買進了 因為他在整理尾巴嘛 所以我們買進嘛 那因為整理尾巴之後 他會向上走 他會啟動上去 我就可以撞到價差了嘛 我起碼賺10% 20%起跳最少嘛 各位 經過整理之後的標的 啟動上去之後 是不是最起碼 最少10%到20% 對不對 對 那我這樣 那我如果我是小散戶 我的客戶都是小散戶 資金可能100萬左右啦 好不好 100萬資金去買一個 整理尾巴股票 你啟動上去之後 你最少10%起跳到20%嘛 我100萬 是不是最少賺10幾20萬 那這筆交易值不值得做 你要去評估嘛 這個交易如果說 上去我可以 我可以賺10幾20萬起跳 是不止 有可能不止喔 對不對 最少10幾20萬的話 我才會做這筆交易 你可以考慮這件事情啊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做 是值得的啊 而且是很安全的 買了整理尾巴 我又沒有去追股票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不去做這個交易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賺錢要賺得合情合理 要賺得心安理得 就是那個過程 我把100多萬資金投入下去之後 過程我不會緊張 我不會害怕 因為我知道我沒有去追股票 因為我不知道我這一次 我再也不會像以前 賠錢套牢是因為我去追股票 我忍不住去追了這個熱門股 強勢股 可是這一次我沒有 所以你心安理得 一旦啟動上去之後 你開始哈哈笑了 對不對 開始心裡覺得哇 那種是成就感 因為你知道 我是買在整理的尾巴 它還沒啟動 我就先買了 因為我知道它會啟動 那是一種成就感 而且一獲利最少10幾20%起跳 最少10幾20%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去做 所以我邀請各位一起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請你一起來嘛 整理的尾巴這裡買 一定安全一定賺 最少10%到20%起跳 國光生 今天早上我開車 在公司的路上 平常在播新聞 放音樂的電台主持人 都在講國光生的問題 那你覺得生技股 你今天早上還去追生技的 或你昨天去追的 到今天你還在追的 那我就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了 我想幫你 可是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拉你一把了 我每天都告訴你 去買整理的尾巴的股票 你如果把這五個字記起來 記在腦海裡面 深深的烙印下去 你這幾天你不會去追股票的 對不對 所以你這幾天 短線上套在手上的股票 追進去套住的股票 根本不會發生 對不對 就五個字你只要記起來就好 整理的尾巴 整理的尾巴一定賺 4月23號在哪裡 國光生的4月23號在這裡 是不是整理的尾巴 突破 再休息一下 啟動 第一根漲停 5月5號第一根 5月6號第二根 5月7號第三根 對不對 請問是不是最少10%到20%起跳 那往往會怎麼樣 超過 可是我不講說 可是我不會拿超過來說 一定有四成 一定有五成獲利 我不喜歡講那種很不切實際的東西 我喜歡講的是 你最少我最起碼會有多少 因為我們要去決定 我的資金要不要投入做這筆交易 我要去思考值不值得 對不對 我們要去思考說 我今天我的手上資金80萬 我的手上資金就150萬 那你要我把手上的資金 融一部分去投入這筆交易 那你要告訴我值不值得 那如果說這筆交易下去之後 最少可以10幾20% 那如果我覺得可以 那我再去做 我絕對不會跟你說 這筆交易我們下去之後 你看四成五成獲利 不是每一檔股票都一定會有四成五成的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是 整理過後的股票上去啟動 是不是最少會有10% 20% 是不是 是 那這樣的交易值不值得做 如果值得做 我歡迎各位一起來 不要再去追股票了 我們用最務實的 等於是回到現實生活吧各位 有這麼多年來有多少人上節目 跟你畫一個美夢 畫到你們都已經 魂都飄上去了 對不對 哇這個要賺幾倍 那個要賺多少 賺多少 這個要賺多少 這個EPS多少 太低估了 要怎麼樣賺 你來報名我們就賺翻 我們會賺幾倍 各位 畫夢畫到你們的心 你們的魂都飄上去了 各位 我現在就要把你們重重拉回來 回到人間 回到現實吧 回到現實 怎麼做 才是能夠真的賺錢的做法 不要去畫夢 最真實的做法 最務實的 最實際的就是這樣做 我在整理尾巴買進 我最少能賺10% 20% 那如果我覺得可以 我就做 可是往往呢 會突破 會超過20% 30% 40% 都有可能 你懂嗎 那這樣 這種做法才是最正規的做法嘛 好不好 你看漲停漲停漲停 是不是在整理尾巴買進 我在講的時候 有任何人跟你講國光生嗎 沒有 當國光生這個禮拜 漲停漲停漲停之後 到今天5月8號禮拜五 早上跳空大量開出 有沒有 大量開多少 一萬七八千張 一筆一萬七八千張開上去漲停版 那個當下 你做何感想 追 追生技 我就跟你說 開車廣播電台的主持人 都在講國光生技的 你覺得呢 一萬多張開上去 你覺得呢 到這裡休息吧 懂了嗎 到這裡休息 所以又有一份資金怎麼樣 又一堆資金 又開始從生技 跑到 墊子 然後這兩天才去追生技的 哇 人家資金都跑去墊子的 你才去追 這樣做就很辛苦了 對不對 所以我講了 你怎麼做不會辛苦 那如果現在有股票 他進入整理尾巴 剛好有資金回流又來了 他剛好啟動 所以他絕對不會生技 所以現在準備要啟動股票怎麼樣 他不是生技 我在跟你講生技的時候 他在整理尾巴的時候 各位 你們在哪裡 你們的資金都去追什麼電子啊 追什麼對不對 好 追完之後短線套牢了 我們生技現在噴出了 好 大家都去追 大家去追的時候呢 很抱歉 資金抽離了 又跑去墊子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去看到 用哪些墊子 又剛好又進入整理尾巴 又換他們要動了 所以我們怎麼做 我永遠都賺錢 因為我的資金就是 我說過了嘛 我的客戶都是小散戶 小散戶的優勢是什麼 小散戶怎麼會有優勢 對不對 你說老師我們沒有優勢 我們輸家 我們是輸家 小散戶就是有優勢 小散戶的優勢就是你的資金不多 因為你的資金不多 所以這就是你的優勢 那因為你資金不多 所以我們移來移去 很方便很簡單很輕快 懂嗎 所以我現在可以叫我的客戶 再把資金拿到哪裡 拿到下一檔 準備整理尾巴 準備上去的股票 所以我們怎麼做 我帶了客戶怎麼做 我們就可以一筆一筆這樣的 真實去累積獲利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是小散戶啊 我們就是靈活啊 我們把我們的資金 小的這個缺陷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優勢 價差交易 這樣懂得嗎 所以這個時候你在追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我建議你 還是乖乖的 把資金拿去買 整理尾巴的股票 你看一個國光升上來的 多少 60% 有沒有超過10幾20% 有啊超過啊 但是我跟你講什麼 我跟你講什麼 我跟你講是價差交易 我們買了整理尾巴 最起碼有10幾20%啊 我要跟你說最小60%嗎 我不講那種話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你本來就一定會有的 脫離整理結構上去的股票 你最少就是10幾20% 我們要講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說 我們脫離上去之後 會有六成五成來吸引你 我不講那個東西 這個是不切實際的 我們要拉回到最務實的 最現實的生活 最實際的狀況 最少買整理尾巴的股票 上去之後 最少10幾20% 你要不要做 那當然往往會突破 會超過 你懂嗎 那這樣這種 就是我們在談生意 那這筆生意你要不要做 一樣的意思嘛 這筆交易你覺得值不值得做 一樣的意思嘛 那因為你買在整理尾巴 所以你的資金投入下去 風險很低 你再也不會像過去追股票 追熱門追什麼 追著自己頭暈腦上 追著自己緊張兮兮很害怕 不要過那種日子 那種日子不是正常一個交易行為 應該有的 你看 60% 所以當時看到這張字卡之後 撥電話來報名的 如果這群客戶裡面 有人買了100萬 鼓光森 他量大 你要買100萬無所謂 今天就賺60萬 今天你就賺60萬 100萬賺60萬 4月23號開始 到今天才5月幾號 60萬 100萬賺60萬 好 這過去了嘛 你錯過了 然後呢 4月30號 我跟你說有一檔股票是五一勞動節 連假回來之後會表態脫離整理的標的之一 他叫6278台表科 4月30號講的 5月7號禮拜四 五一連假回來之後 表態 漲停 台表科 請問你 我講的時候4月30號 在這裡 4月30號在這裡 請問這是什麼位置 請你現在大上告訴我 你現在大上告訴我說 這是什麼位置 你只要講對了 你要我多送你一個月會 送給你操作都可以 我只要你們記得這五個字 你就會賺錢了 整理的尾巴把它記起來 買在整理的尾巴你就會賺錢 而且最少多少 10% 20%起跳 買在整理尾巴上去之後 一定是10幾20%起跳 懂嗎 那要不要做 你要不要做 值不值得做 20% 有沒有10幾20%起跳 是不是 那以後如果再創新高 再突破上去的話 是不是就慢慢擴大 持續擴大 但至少你能夠拿到多少 最少10幾20% 那為什麼這種生意我不去做 你懂嗎 那這筆交易為什麼我們不去做呢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說 老師我們少散戶 我們賺不到錢 我跟你講 當你乖乖的在整理尾巴 去買股票的時候 我都不相信你賺不到錢 你們會賺 賺不到錢 是因為你們都去什麼 都去買熱門的 追股票 追大漲的 所以你賺不到 你現在全部拉回到 從頭開始 每一次只針對整理尾巴 你乖乖去布局去買 我都不相信 你還會再虧錢 是做法的問題嘛 你懂了嗎 是做法的問題 那現在有沒有股票 又進入整理尾巴 當然有 當然有 這是不是慢慢爬上去 前一波爬上去之後 現在整理 整理了好一段時間之後 進入整理尾巴 準備上去 那一上去 是不是十幾二十八起跳 我講了 最少十幾二十八 那我現在投入五十萬 投入八十萬 投入一百萬 假設你的資金 五十萬 可以買 對不對 五十萬如果給你二十八 你賺十萬 一百萬 可以買 它有量你可以買 一百萬賺二十八 賺十五八 賺十五二十萬 最少 那如果突破呢 超過呢 再多賺嘛 但是我們要去抓好 這筆交易 如果我可以賺二十百 我要不要做 買在整理尾巴 一定會賺 這一檔股票 你要把握 下週一 我會叫專人 通知你進場 我會請專人通知你進場 這種標的 你現在來買最新的 已經上去 你都不要去碰 那因為是母親節 母親節我們要回饋 就要真的有回饋 要有感覺 母親節回饋 破盤價 我講過 什麼叫破盤價 就是我既然是母親節 要回饋的話 那你就要讓人家 真的有感覺 要有感 那我就破盤價 過去什麼價格都不算 就今天開始 只有三天 過去什麼價格都不算 就是破盤價 五六這三天 因為母親節關係 只有這三天 如果要報名的 直接利用這個破盤價時間 這三天 趕快把電話播通 我們待會再回到 節目現場 再看看 幾乎 我們待會兒 我最近不愛 我先去買 說不定 我只會 的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 来所以既然这一笔交易 我买在整理尾巴 启动上去之后最少10几20%起跳 最少可能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幅度的话 我要不要做 我当然要做 我再也不要去追股票 我们再也不要去追热门股 我们再也不要去追涨停好不好 我们再也不要买一堆股票好不好 好 那请你乖乖的记住我每天跟你讲五个字 整理的尾巴 你只要记住这五个字 然后真的照这个这样子去做下去 我跟你讲 我不相信你赚不到钱 你赚不到钱就是因为你真的不听 你一直要维持你过去的做法 喜欢追 喜欢忍不住去追热门股 因为你后来追了 套牢了又跟我说老师 我就忍不住 我看到股票上去好像要涨停了 然后很强 我忍不住就跳下去追了 五个字 整理的尾巴 只有这种可以买 只有这一种可以买 因为只有这一种才能赚到钱 其他一切 你不要去贪那种东西 你不要去贪别的有的没有东西 我讲过我们回到去现实 务实的做 真实的赚 好不好 古光森 整理的尾巴 买下去你说不会赚吗 最少十几二十%起跳 结果呢 结果呢 你自己看 结果是十几二十%吗 所以我说的嘛 你要看这笔生意值不值得做 这个交易要不要做 六十percent 一百万就是六十万 你说老师我只有五十万 我是小散户 我说了 我的客户都是小散户 很多人都比你资金还小了 买五十万赚三十万 对不对 六十percent 五十万赚三十万 台表科 这上去 买整理的尾巴 上去最少多少 最少十几二十percent嘛 有没有 有 一百万赚二十万 古化怎么做 就这样做 高端疫苗 买在整理的尾巴 有没有 整理二十四天之后买进 启动上去之后最少十几二十percent起跳 最少 获利入带 有没有 有拿多少 获利入带 有没有 有买有卖真实获利 这样多少 三十一percent 有没有最少十几二十percent起跳 有 每一档你就这样做 你不要想东想西的 像这种二十三天整理完毕之后 你整理尾巴进场的人 你看看 上去多少 上去多少 涨停涨停涨停 然后跳空大涨赚得开开心心 你可以入带了吧 开盘就是大量开 大量开你可以入带了吧 对不对 这样多少 一二三四 这样子多少 最少四十percent 那是不是十几二十三起跳 是 还有好多没笔的价杀交易 我全部节目中我都给你详细讲解过 要买这档标的的 我礼拜一我会请专人通知你去买 你就买在整理尾巴 你一定要赚 要买这档标的的直接拨电话来 你要报名入会的 来我给你破盘价 破盘价就让你直接有感 过去什么价都不要看 就这三天就看破盘价就好 直接报名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供参考